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卷包括了诸夏格民族2016年以后的复兴 写到2021年的2月为止 中国恐怖组织绑架阉毒连轮陷区负责人庞建以后的历史 就要留到反恐战争结束以后再继续编转了 正如戈德在瓦尔密战场所说 历史正在创造之中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 第五卷结束之后 您老人家近期应该不会继续写第六卷了 想趁这个机会 请阿姨跟我们和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书 您当时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 假想读者和期望会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在这个漫长的工作结束之后 您老人家或者说大蜀民国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反恐战争如您所说是很快会到来吗 刘仲敬 这是为了赶上时间 就是按说的话 我应该写十几部 比如说像巴蜀利亚民族史这样的书 但是这样需要的时间太长 所以我就先采取两个临时苟且的办法 第一就是写 诸夏既是本末 就是把所有 以往的中国史从诸夏的主体角度重新解读 重新确定自我意识 其实事情是同样的事情 以不同的主体来计数就会完全不一样 一般人不注意这些 因为一般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其实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他们自己的已经建构成功的民族教育 以中小学教育为核心的 第二个是世界史教育 其他没有了 比如说同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你用抽象的世界史的方式来描绘的话 那跟美国中心论的描绘差别是很少的 就跟全国性的描绘 总是跟以国王和宫廷为中心的描绘差别不大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国的历史 比如说保加利亚历史 你写出来的二战史的话 跟比如说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和希腊写出来的二战史 经常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你们两个小国 在同一个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 所以同一部历史 以世界史的角度为中心 写的历史和一个民族的角度写的历史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民族发明的必由之路 就是首先要发明出一个历史来 波兰人的历史 跟德国人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民族发明有两个要素 第一就是像马丁 路德的德语 圣经一样 有一个民族语言 第二就是要有像弗里德里希 席勒的历史一样 有一部民族的历史 对于英法这样的大国来说 这是不成问题 先天就具备的 但是对于东欧各小国 和一战以后创造出来的重小民族而言的话 这就是需要发明的东西 同一部历史 以我为中心 以前的波西米亚 只是德国的一部分 所以写德国的历史当中 总会把波西米亚和卢森堡王朝 也顺便写进去 但是地位都不重要 就像是写中国的历史 肯定会把四川和广东写进去 但是地位都不重要一样 然后你发明捷克民族 就要写一部 以波西米亚为中心的捷克民族史 他写出来的三十年战争 就跟以德国为中心的三十年战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必须要牵扯到政治形势发展 就是说双方的风险是不对等的 一方面的风险是 假如时间发展得太快 而我赶不上 另一方面的风险是 假如我提前推出来一个简陋的版本 而时间发展得更慢 显然这两种风险是不对等的 宁可冒后一种风险 不能冒前一种风险 所以宁可先制造一个简写本 苟且的简写本也不要赶不上时间 根据历史经验来讲的话 民族发明的成功程度跟作者 民族发明家编撰的历史精密程度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有很多非常苟且的巴尔干民族发明 像阿尔巴尼亚民族发明 是只用了几年时间 为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而仓促编撰出来的 跟以前大多数居民心目中的历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使像土耳其那种 有凯默尔的国家力量的支持 有土耳其科学院十几年的功夫 他制造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像莫独 莫独 参与是土耳其人的自古以来的祖先 特洛伊战争的希腊人和特洛伊人 双方都是土耳其人的祖先 这些理论全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民族的建构 所以精密不精密根本不重要 因为民族发明是一项政治工程 重要的是 到关键时刻 你要有牌打出去 有牌就行了 不精密的地方 你可以以后再慢慢修正 以后再组织专家小组 中华民族也并不是例外 梁启超其实只写了一些杂文 中华民族的框架 是戴季陶和范文兰他们在抗战时期 才基本建构起来的 而且抗战时期的建构 都还是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 到19 90年代以后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近的多 就是19 90年代以后 大家才反过来 根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存在的想法 去修正24史 重新解释24史 重新解释鸦片战争 重新解释八国联军战争 重新检释大唐帝国 大汉帝国 结果把传统上历代王朝时期 和传统儒家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全部颠覆了 例如具体说几点就是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汉武帝 照传统儒家的观点来说 一定是大坏蛋 你他妈的不好好学汉文帝 却去学秦始皇 秦皇汉武连用在传统儒家 包括康熙皇帝的眼中 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虽然康熙皇帝的武功 超越了汉武帝 但是他绝对不高兴 别人说他是秦皇汉武 他一心要跟摇顺比肩 怎么能学秦皇汉武 这样的坏榜样呢 但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建构 也就是从梁启超开始 这在当时 还是离经叛道的概念 宣布秦皇汉武的武功 实在是比历代人均都要好 我们应该崇拜他 这个观点在李卓吴在明代 明帝国的后期提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离经叛道 全世界的士大夫阶级 都对他群起而攻之 使他最后死在监狱里面了 你是要献君于不义吗 我们好好的皇上 姚顺之君 你要学秦皇汉武 但是清末以来 秦皇汉武的形象越来越好 最后在毛泽东时代 整个形象颠覆过来 秦皇汉武变成了正面人物 十九九十年代以后 秦皇汉武的形象 修正为我们民族的缔造者 就像是缔造法兰西的 四十位先王一样 这些先王在封建时代 是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来评价的 例如圣路易 虽然是兵败国破 自己做了俘虏 但是他仍然是当之无愧的 贤王和圣君 像路易十四 路易十一 或者是美男子菲利普 这样工业极大 武功惊人的法兰西国王 因为对天主教会不友好 自己的手段 也充满马基亚唯利主义 是得不到什么好评的 而只有在近代 法国大革命以后 评价的标准 才由基督教的标准 修改为 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标准 美男子菲利普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他跟天主教会的战争 和他打击封建贵族 重用法学家的措施 缔造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础 路易十四和大诸侯的斗争 本质上是法兰西绝对君主国 也就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前身 和大诸侯的斗争 如果路易十一失败了 法兰西就不存在了 勃根地 布列塔尼就会分裂立国 因此他们 渐渐就变成正面形象 这些形象上的改变 都是民族发明的自然结果 像我曾经说过 多次的拉契维乌公爵 同时变成立陶宛的民族英雄 和波兰的卖国贼 赫梅利尼斯基 同时变成波兰的卖国贼 和乌克兰的民族英雄 都是类似的现象 当然到了近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 像俄罗斯这样的帝国民族 对斯大林这样的人 就抱着普京式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斯大林是个大坏蛋 另一方面 斯大林维护了帝国 扩大了帝国 而波兰或者是立陶宛 这样子的国家 就毫不犹豫 要把斯大林跟沙皇放在一起 说他是坏蛋 而帝国民族主义者 对斯大林 就要抱着对伊万雷帝 彼得大帝 同样的矛盾心理了 他的强大是人民的灾难 但是俄罗斯帝国 毕竟是我们的国家 这些都是民族发明学的问题 所以 比如说 我要发明一个南越民族 或者巴蜀利亚民族 那么 我们就必须重写历史 英雄人物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建立前属王国 后属王国的那些 北历代正统史家 说成是润统 也就是说 你不是大一统帝国的正统 只是动乱时期的割据王朝 说成是像反对 俄罗斯帝国的 立陶宛爱国者那样 从中国帝国主义者手中 挽救了东亚自由的英雄人物 和巴蜀利亚本国的民族英雄 同时 他的统治时代 也是西方文化 那时的西方文化 指的是伊朗文化和印度文化 佛教 大量传入巴蜀 唐诗诵词开始萌芽的时代 就像是现在香港一样 文化比中央帝国要优越的多 他们才是正统 而比如说 宋国或者是民国统治巴蜀的时期 那就是俄罗斯帝国 彼得大帝文治武功的时期 对于我们波兰民族 和巴蜀利亚民族 则是灾难 他们把我们的资源 都拿到北京去修宫殿去了 使我们的河流失修 使我们的人民贫困 切断了我们跟外国的贸易联系 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愚昧无知 使我们跟先进文化隔离开 像俄罗斯人 说蒙古帝国的统治一样 蒙古帝国使俄罗斯帝国进步吗 虽然蒙古帝国是一个文治武功的大帝国 但它使俄罗斯跟欧洲隔离 所以我们俄罗斯人要恨蒙古人 OK 用这样的话术重新编转下来 同样的历史 在中国史学家 哪怕是胡适这样的中国史学家 他显然是一位开明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他也会把明太祖的痴人王朝奉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因为他驱逐了蒙古人 重新统一了中国 但是巴蜀利亚为中心的民族史和南越民族史 就要把明太祖说是坏人 是比蒙古人更坏的侵略者 这一项工作基本完成以后 就是自我意识重新确定以后 因为人是不可能公正的 他从小长大的家庭和社区 就是他自我意识的中心 所谓好也罢 坏也罢都是我祖国 祖国这个概念 本身是从乡土扩大和延伸起来的 没有家庭和乡土共同体 就没有祖国的概念 没有祖国的概念 人类政治斗争就缺乏基本动力 而帝国民族主义为什么不行 根本上不是因为我刚刚说的 历史学家编撰的好或者不好 帝国在成熟以后 我们可以说 中华民族的编撰在梁启超时代 和范文蓝时代 戴季陶时代都是很差劲的 但是到了蒋经国时代 我敢说中华民族的编撰 已经非常严密了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族的发明还不完美 是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干扰 到了江泽民时代 这个发明也基本上赶上去了 有很多都是从台湾蒋经国时代那里的成果超过去的 但是为什么它不行呢 因为中华民族的爱国者 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者 他们跟西方所谓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所依赖的乡土感情 是截然矛盾的 换句话说 一个人如果是土豪 是爱乡爱祖国的人 没有问题 在美国 他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 新英格兰乡镇民族主持人 天生就是本地的乡议员 做大了就可以做州长 州议员之类的 美国总统或者是美国参议员 不是别人 就是各州自己的乡土爱国者 像罗伯特 李将军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比如说在本州跟联邦冲突的时候 他是向着本州的 本州才是他真正的祖国 只是在本州做大了之后 以封建诸侯的姿态 为了维护本州的利益 才到华盛顿去 就跟美国大使到纽约 去出席联合国会议 是一个道理 他真正的共同体 是弗吉尼亚本州 如果是在波兰 这样一个本乡本土的土豪 他必定是反对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帝国 奥斯曼帝国 和其他帝国的爱国者 在俄罗斯帝国的史书上 他必定是个分裂分子 而在波兰史书上 他是爱国者 他的爱国和分裂 是连在一起的 而在中华帝国 宋国和他的个前身 宋国 唐国 清国 那么这样的爱国者 必然是什么呢 他的历史地位 必然是一个军阀 在动乱时期 他是一个向前王 吴越国创始人 前流那样的军阀 在皇朝引起的动乱中 他保卫自己的乡土 使吴越不至于弥烂 但是他是一位 割据称雄的豪杰 他不给皇上上贡 自己独立建国 他是一个润统 正统永远都轮不到他 等到大一统王朝 重新建立的时候 他如果抵抗王师 就会变成逆贼 投降顶多得到 一个正邪的职位 历史不会说他的好话 在大一统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 这样的土豪 必然像是王小波 李顺那样 他要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 跟帝国的利益 就会发生冲突 冲突到激烈的时候 双方就会打起来 而帝国史书 会把他说成是逆贼 好人都是为皇上效力的人 维护本乡本土 想割据 想截留资源 妨碍皇家治理的人 肯定都会被说成是坏人 每一个王朝的盛世都有清官 联历 忠臣 毁淫祠 打土豪的记录 毁淫祠是什么 就是毁掉地方的宗教 地方的宗教 比如说什么塞隆州之类的 他们跟中央 皇上信奉的儒教不一样 可以构成地方宁结合的中心 这种行为在欧洲 那就像是神圣罗马皇帝 天主教 奥地利天主教皇帝 想要镇压波西米亚的新教 那就是捷克民族独立的一大契机呀 不用说 捷克史书肯定会说 本地的土宗教改革的什么胡思运动之类的 哪怕他们杀人如麻 是好人 但是正统王朝史书肯定会把这样的人说成是邪教头目 或者清官要干什么 打土豪 打掉五段乡区的土豪 五段乡区的土豪是谁 就是华盛顿将军这种人 他干了什么事情 皇上缺钱要征税 统一税制的时候 他说我们他妈的不出钱 我们组织一帮青年去搞什么波士顿清查案 是 见 美国独立战争照 明史或者宋史的记录方法 那就是清官 闲向打击华盛顿将军这样五段乡区的土豪 妈的 国家这么缺钱 英国人都出了这么多钱了 你们仗着偏处异于凭着你们的土豪待遇 你华盛顿什么的 你是一个广西土豪 大宋朝抗击蒙古正在缺钱 王安市变法 秦桧之 秦桧 自会之 变法 杭州的居民 两湖的居民都快被朝廷搜刮空了 都在实行精量制 重新丈量土地的时候 你他妈还说 我是土豪 我有开国皇帝宋太祖给我的特许状 特许状说 我们土豪头子就是不纳税 你他妈的有没有一点大局意识 我们为了抗击蒙古的正义事业 首先就要削翻 消掉你这万恶的吐司头子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说 清官贤相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清官贤相 集中所有资源 大宋朝才能够挡得住蒙古人 如果人人都像吐司头子 华盛顿将军这样 无视国家的危难 有睡不觉 只是一天到晚觉 先王陛下给我们签署了特许状 你们不能违反 那么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了 清官 真的是清官 清官打击的就是你这种人 好吧 但是问题在于 打倒了广西的华盛顿 那么就不要抱怨什么 为什么大明朝 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 或者是共和政治 为什么乾隆朝时候 美国就实行民主了 大清朝就永远实行不了民主 实行民主 是要靠华盛顿将军的 华盛顿将军不是都被你们搞成不顾大局的吐司头子 或者是邪教头子给你们打掉了吗 那你们民主个鸟 当然 华盛顿将军如果民主了以后 那么美国不是从英国分裂出来了吗 于是 广西吐司如果抗税成功 那么广西的华盛顿也就建立了洛越民族 或者是桂尼士兰民族 那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那就像越南一样了 中华帝国自然就不存在了 大一统王朝和民族和民主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你要制造大一统的史官 无论你制造的多么好 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接受你史官的人就变成小事大夫 这就像是广西吐司的子弟到大宋朝的学院上的学以后 他就仰慕大宋朝不再顾及乡土 想到宋朝中央去做官一样 这样的众多小知识分子 以做官为唯一职业 而朝廷却没有足够的官位来安插他们 他们就要在朝廷内部掀起政争 同时他们所有的政策都是削弱土豪的权力 夺取土豪的资源使得地方软弱 最后像金兵入寇那样 只有汴京有资源 其他各地是文风披靡 结果跟唐朝各藩阵 还有抵抗能力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结果汴京最终也守不住 庞大的帝国在蛮族面前是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 这样的历史一步一步重演 大一统的教育和继承大一统教育的帝国 奥斯曼主义的民族教育制造出来的小知识分子起的 其实都是破坏作用 但是历史课永远掌握在他们手里面 所以他们就制造出来一套歪曲的历史 是的 比如说一个人跟其他人一样都是 接受了大一统王朝的教育 只是他进入社会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就会发现他面临着选择 他如果要做好人的话 反而会被舆论和大知识分子和朝廷通通说成是坏人 而他做了那些所谓的好人以后 他肯定要被那些不识字的乡下阿公阿婆说成是个坏人 他就必须选择 你是要为你乡下阿公阿婆服务呢 还是要为负责编撰历史的南方周末编辑 人民日报编辑 光明日报编辑和朝廷大臣服务呢 最后留在史书上的人都是那些为光明日报服务 或者是为人民日报服务的人 于是中国历史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所以一个小小的群体要创造民族维护乡土共同体 反过来你就必须按照西方发明民族的正宗 把那些被正史污蔑和压制的当作反面人物的还原成民族英雄 比如说农志高 农志高是一个分裂分子吗 他当然是落月民族的英雄 他一个吐司受到朝廷的压迫 他就起兵自己建立自己的南天国在广西独立 这样的人就跟罗马尼亚那些瓦拉吉亚的吐司没有什么区别 瓦拉吉亚的吐司左手抗击匈牙利国王 右手抗击奥斯曼皇帝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建立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吗 不是 他们就是想要把本地资源留下来给本地用 不要再去奥地利人波兰人奥斯曼人的冲突当中让自己去当炮灰 因为他们是最弱小的 所以他们一会投靠这个一会投靠那个一会想要苟且歌剧 他们在波兰的历史中匈牙利的历史中和土耳其的历史中都是很不光彩的 两面三刀的叛徒动不动就要叛变动不动就不忠诚的人 但是在罗马尼亚历史当中他们是民族英雄农志高就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今天还没有人把农志高封为民族英雄 那是因为广西还没有独立 桂尼士兰民族的建构还没有完成 民族建构的一部分就是重写桂尼士兰历史 在桂尼士兰的新的历史当中 狄青是中国侵略者 农志高是落月民族英雄 在南越人的历史中 赵陀是民族英雄 而汉武帝是中国侵略者 像彼得大帝一样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帝国的英雄 但是波兰的侵略者 这样的框架要首先建构起来 至于历史考据的精密与否 具体细节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 所以首先要让诸夏爱国者 获得诸夏各民族理论的支持 因为诸夏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又跟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情况不一样 他没有土豪的支持 全是零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而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自己的年轻时代 接受的也是大一统帝国的教育 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他们只不过是被启蒙了 包括被我启蒙了 启蒙的意思是说 你他妈的接受了新思想 但是思想没有利益结构支持 是脆弱的 所以必须多给他们点支持 让他们有一套振振有词的话术 在跟中国爱国者作对的时候可以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民族自古以来跟你们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能够头头是道讲出道理来 增加他们的信心 使他们能够在无根状态下 能够在海外重新集结起来 这里面有很多细节都是在争论和重新考证过程中 才绵密起来的 技术上的绵密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先口头做一套讲座 比如说像现在八旗出版社出了一本什么满洲讲座之类的 讲座就不用像写书那样严密 比如说陈寅克就有关于魏晋南北史很多论文 但是他也有一部陈寅克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著作 那部讲演录的著作基本上就没什么注视 其实就是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的话 他的学生把这些话收集出来出了一本书 其实内容有许多跟他的许多论文是重合的 很显然他的研究工作是两者并进的 他一方面是教师在给学生讲课 另一方面他也在讲课过程 例如魏晋南北朝 隋唐的历史 门第世家的历史 进行研究写了一些专业性的论文 但是专业性的论文写起来是很慢的 而学生现在就要上课 所以他就讲了些通俗版本的课本 这些课本被他的学生编出来 就变成演讲录了 我出的那些关于满洲国 满洲史 吴越史 这些著作其实就是演讲录 真正的著作 我最快也要到2025年才能完成 同时我也从这些著作的材料当中 摘出一部分来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诸夏既是本末 其实是比如说中国帝国历史 包括民国既是本末这样的历史 和巴蜀利亚历史这样一个过渡 民国既是本末还是中国 它尽管已经不是传统中国史观 那还是东亚史观 它把东亚当作一个整体来计数 巴蜀利亚民族史 就只管巴蜀利亚的事情 把东亚 内亚 南亚 全都当成是以巴蜀利亚为中心的外部世界 在这两者之间有个中间状态就是诸夏既是本末 它是一个东亚的历史 但是它包含了巴蜀利亚 南越和各民族的历史的材料整合在一起 按照时间线 比如说1400年 现在不是说北京或者洛阳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说是巴蜀和南越在这一年各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一部扩大的东亚史 史观等于是 中国史观就是以王朝为中心 把王朝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前身来 记述的历史 各地方的历史不重要 可以忽略的 东亚史观当中 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连接东南亚的南越 连接内亚的巴蜀和朝五和西走廊 连接东北亚的满洲 燕 齐 变得跟北京 洛阳同等重要了 在各民族的历史当中 中国消失了 只有组成东亚 内亚 东南亚的各民族的历史 诸夏既是本末 是两者的中间状态 是中国史和诸夏史之间 过渡的东亚史中间状态 同时 它的材料是从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的 诸夏各民族史当中 摘抄出来的一些片段 因为要把它们组织严密 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需要在时间上 以快打慢 在政治形势还没有发展之前 按照我的预算 是提前五年 先把相应的建构打出去 那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事先已经有了五年的预备期 酝酿期和传播期 就会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主持人 所以您的意思是 您出这部书 就是为了提前五年做准备 这中间一旦有事发生 这个诸夏既是本末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了 那非常感谢阿姨辛苦的工作 在此我们也广告一下 目前 诸夏既是本末 第三集 卷 第四集 卷 在 刘仲敬 文稿站 https冒号 斜杠斜杠3w.ucgstreet 抗 上都有 文稿站的会员登录 文稿站就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 我问第二个问题 最近有个新闻十分有趣 就是车臣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卡德罗夫 他对这个记者媒体说 如果乌克兰总统 不改变他对俄国的做法 那乌克兰应该并入我们的国家 也就是俄罗斯 乌克兰人就是我们的人民 乌克兰是我们的领土 这是他的意见 他甚至说道 车臣共和国愿意自动请英来打这场仗 为了俄罗斯来进攻乌克兰 只要接到指示 他将准备好 发动一场 将乌克兰并入车臣共和国的攻势 或是并入这个俄罗斯帝国 现在的车臣 总统也被称为小卡德罗夫 他爸爸就是老卡德罗夫 在1999年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车臣的这个当地的军阀 但是他选择跟俄罗斯政府 也就是普京合作 那这等于是一个这个车臣战争的一个转列点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普京就跟老卡德罗夫合作 顺利地控制了车臣大部分地区 老卡德罗夫也在2003年 被选为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的总统 但是隔年他就被暗杀 小卡德罗夫是在这个2007年年满30岁的时候上任 就任总统直到今天 卡德罗夫是一个超级欺俄派 俄罗斯也提供非常多的补助给车臣共和国 目前的情况是 在过去的十多年 莫斯科平均每年补助车臣共和国 大约八成的公共财政开支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又允许小卡德罗夫 拥有一个三万人的地方私人军队 等于是在当地就是一个土霸王 他在车臣 在俄罗斯里面算是一个国中之国 小卡德罗夫可以自行解释 俄罗斯宪法 在车臣推行跟俄罗斯完全不同的制度 想请阿姨跟我们谈一下 车臣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关系 像车臣共和国这种暂时归顺的强翻 会不会终究会变成俄罗斯的心腹大患 刘仲敬 其实媒体关于激进不激进的说法 都是靠不住的 因为他们是根据言论来判断的 而言论就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例如知识分子一般来说 比现实的政治家更激进些 那是因为他手中没有枪杆子的缘故 例如早期共产主义和现在的我口头上 都是很凶的 但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枪杆子不硬 枪杆子不硬 你就用非常廉价的舌头来弥补一下 反正枪是需要钱的 而说话是不需要钱的 怀有政治上的野心 但是自己实力不硬 枪杆子不硬的人 总是说话说得很凶 但是这绝不说明他真的很厉害 同样的话术背后 有着很多种完全不同利益的东西 例如一个有实力的大国 像大英帝国那样大国 即使处在必胜状态 他说话都是不硬的 因为要调动一支军队 哪怕去攻打布尔人 或者是马来一个土邦 发动一场殖民战争这样的小事 对他来说都是需要谨慎的事情 所以他说话反而显得不硬 所以不懂事的费拉右派 很容易被匪谍利用 说是大国强国都这样了 那是不是帝国主义已经不行了 其实他们主要是没有受过历史教育 你要是看十九世纪大英帝国黄金时代的情况 或者是蒙古帝国 或者是其他任何帝国最强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负责任的外交家 他是不能够说狠话的 他说话永远面面俱倒 即使他处在必胜的地位 能够说狠话的人 是不负责的人才会说狠话 如果你要找那种 你喜欢说狠话的 那你就要寻找跟你自己一样的无根知识分子 或者更有可能就是 那就是一个匪谍利用的窗口 你们不是自以为你们是右派分子 共产党是左派 要坚决反对吗 很好 我向你们证明 你们所指望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已经不再是真正强硬的右派 他们已经变得很软弱和绥静了 因为他们不肯说硬话 再者说 你们这帮傻逼 你们也不知道 帝国主义真正侵略我们时候的情况 他们说话同样是不应的 所以你们是很容易被欺骗和利用的 卡德罗夫说这些话 简单的说 就像是瑞士人在为法国国王 或者是意大利城邦打仗的时候 他是一个纯雇佣军的角色 当时的瑞士不是现在的瑞士 他没有什么现代的产业 他就是穷困的山民 跟古代的苏格兰人一样 古代的苏格兰人跟近代的尼泊尔人 库尔喀人一样 都是上午好战的山地部落的人 当时欧洲人看他 瑞士人的感觉 跟现在看阿富汗塔利班的感觉是一样的 他们的宗教改革 包括新教了 长老汇啊 这些宗教改革给人的感觉也跟塔利班差不多 比如说有很多细节很相似 例如塔利班会禁止他的部落战士跳战舞 因为那是一交时代留下来的 长老汇对于苏格兰部落那些跳战舞 跟基督教风俗不同的一交色彩的风俗 也是非常头疼的 古老的好战上午 信奉一交的部落的伍德 是苏格兰人 瑞士人和阿富汗人 能够到全世界各地当雇佣兵打仗 给自己穷困的老家挣钱的一个手段 但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看来 这些行为都是跟教规不合的 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显然可见的 对于那些比较富裕的意大利城邦来讲 瑞士兵或者苏格兰兵 那就跟今天的印度人或者是伊拉克人 叙利亚人看待高加索雇佣兵 或者阿富汗雇佣兵一样 你在老家很穷 但是一打起仗来 比我们这些文明人要很多了 我们雇佣瑞士兵团 或者雇佣高加索人兵团 对我们是划算的事情 因为这是他们 车臣人主要的一个生意来源 所以他们有必要给自己打广告 俄罗斯人是他们的主要雇主 尽管车臣人自古以来 跟乌克兰人毫无关系 但是他要喊得比俄罗斯人 更响亮一些 表现得更坚定一些 才能够从俄罗斯人那里 而不是从乌克兰人那里 拿到最大的好处 这个所谓的激进的话术 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 推销雇佣兵的方法 像在雇佣兵市场上 比如说跟瓦格纳公司相竞争 跟哥萨克民兵竞争 因为这些人 也派出自己的雇佣兵公司 跟苏丹雇佣兵 或其他雇佣兵一起竞争 那么普京为什么 不用瓦格纳公司的人 或者是用哥萨克雇佣兵 偏要用车臣雇佣兵 你要喊得更想一些 向普京证明 你比他们更可靠 这样相应的大单和大钱 不就落在你手里面了吗 这就是他的基本动机 当然 车臣民族 也是在高加索山地各部落 和俄罗斯帝国主义 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 建构起来的 车臣作为一个民族 那差不多就是麦克唐纳 Twan McDonald 家族发明成一个麦克唐纳民族 是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 大英帝国在镇压和征服 苏格兰山地的过程当中 其他的各家族 都纷纷改信了东正教委 俄罗斯帝国效力了 加入了俄罗斯帝国的海外军团 到波兰或其他地方去打仗了 只有麦克唐纳家族 致死不服 那结果怎么办 他们最终可以演化成为 很有可能 因为英国人是信奉新教的 那么他们为了抵抗英国 他们就会信奉天主教 得到法国的支援以后 他们就变成苏格兰唯一的天主教民族 由一个家族和部落 变成一个民族 大多数苏格兰人是新教徒 变成大不列颠民族一部分 少部分苏格兰人 在麦克唐纳家族领导下 变成麦克唐纳民族 信奉天主教 车臣就是这样子 本来高加索各部落在远古时代 也是信奉跟后来因为八个大大 伊斯兰国财 获得知名度的雅兹敌人 差不多是雅利安血统很重的 异教色彩 很重的山地蛮族 他们就算是接触了 比如说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 或者是伊朗人 或者是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 也是少数知识分子 酋长信奉 大多数人民 其实还是按照原先像 阿富汗山地部落民一样的 和苏格兰山地部落民一样的 蛮族风俗过日子 但是俄罗斯人的入侵 改变了一切 大多数部落投降了俄罗斯人 比如说像斯大林的奥赛提部落 他就变成了信奉东正教的奥赛提人 他们仍然是高架索山民 但是他们已经跟俄罗斯帝国 信奉同样的宗教了 因此 跟俄罗斯帝国的矛盾也有所缓解 甚至还可以被俄罗斯帝国作为雇佣军 来镇压那些反对俄罗斯帝国的 什么格鲁吉亚人或者是车臣人诸如此类的其他小民族 这时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运动跟抗击俄罗斯的战争 四二而一利益和信仰 像在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宗教改革战争和民族独立战争一样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酋长和教长来说 我们要抗击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 不像其他部落一样投降 原因很可能是非常具体 而且并不高尚的 跟民族发明家所写的历史不一样 民族发明家写的历史跟共产主义 这写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要塑造市场偶像 要让没有文化的普通国民 相信我们都是了不起的好人 别人都是没出息的坏人 所以无产阶级比如说像乔·希尔这样子的杀人犯 要被塑造为英雄人物 同样本民族的人 尽管在其他人的历史当中 都是个两面三刀的小吐司 吐司必定要两面三刀 因为他小 他若周围的国家都比他强大 波兰国王要收拾一个瓦拉吉亚吐司 还不容易 奥斯曼皇帝更可以灭了你 你怎样生存呢 你必定是今天倒向越南国王 明天倒向蒙古的可汗 后天倒向大宋的皇帝 你是不是一个很不英雄的人啊 按照市场形象来讲的话 你到底忠于谁 但是民族发明家 就可以把他发明成本民族的英雄 这是外交嘛 外交总是要利用各方面力量嘛 华盛顿将军的外交 不是同时利用英 法两国的矛盾来为美国利益服务 他是我们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 他利用波兰 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矛盾 扩大了我国的蛋糕 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真是一位聪明 能干又勇敢的大好人啊 于是斯特凡大公 在罗马尼亚历史教科书中 就是变成了英武 智慧的角色 同样的智慧 在其他人看来 就像意大利人 或者是伯根地人 看待路易十一一样 一个狡猾的两面三刀的叛徒 但是法兰西人民 是怎样看待路易斯十一的呢 他虽然坏 但是毕竟缔造了法兰西 OK 再怎么坏 都是我的祖国 好也罢 坏也罢 都是我的祖国 这就是认同 认同一旦确立了以后 就是所有利益的出发点 车臣人最初没有像奥赛T人 或其他人一样 投靠俄罗斯的利益的原因 很可能并不高尚 很可能就是 俄罗斯的代理人 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团 将领 来到高加索的时候 并不清楚当地各部族 为什么迈克唐纳家族 跟道格拉斯家族是仇人 到底是道格拉斯家族有理 还是迈克唐纳家族有理 请问 有理没理这件事情 不是说像后世毫无关系的读者那样 我怎么觉得他谁有理谁没理呢 往往是因为一些好的原因 也许我心目中 有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看到书上说到 格拉斯家族杀了300个妇女儿童 于是我就断定 迈克唐纳家族应该是好人 道格拉斯家族应该是坏人 我读那本书的时候 是我14岁的时候 于是我的刻板印象就形成了 后来等我30岁 我读了另一本书的时候 发现迈克唐纳家族和道格拉斯家族 都杀了很多妇女儿童 但是那时候 我刻板印象已经形成了 小知识分子觉得 伊斯兰教是坏蛋 或者基督教徒是坏蛋 诸如此类的逻辑 都是这样形成的 就看你在14岁左右的时候 你看的一些书 是怎样对你以偏概全的 对不对 而当事人是怎样判断正义的 没有问题 任何帝国征服者判断都是 我他妈的才不管 就是顺治皇帝 康熙皇帝入关以后 亲爱的大明士大夫 我跟你们说过150次了 你们在大明朝那些 你掐我 我掐你的故事 已经属于历史 我大清朝的政策 是既往不就 一起向前看 你们以前谁坑了谁的 大家都互坑 翻过去 翻过去 翻过去了 以后你们只要为我大清效力 不管你们是属于东林党 还是魏中贤党的 我们一概给予优惠待遇 如果反对我们 向反清复明 无论你是东林党人 还是魏中贤党的 我们都咔嚓你 砍你的头 我们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当年摄政王入关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了 顺治皇帝年年跟你们说 康熙皇帝年年跟你们说 可是你们还不死心 像阮大成这种人 一天到晚到我们军前来 哭诉说是 皇上啊 你为什么用了这么多东林党 东林党是坏人啊 他们想反清复明 他们还想害我 我们早就知道 你们跟东林党有仇 但是我们也不是傻瓜 不会让他们害你 你们放心 你们都在为我们打仗 谁的功劳大 我们就用谁 谁反对我们就整谁 这是我还用得着反反复复说吗 可是你们老是不死心 想要利用我们大清的兵力 来达到你们党派斗争的目的 其实呢 无论东林党还是魏中贤党 都有反清复明的人 比如马世英和阮大成 阮大成就投了清兵 而马世英是跟着南明皇帝抗战到死的 跟后来爱国者和东林党编撰的 说东林党都是抗清的好人 他们的敌人都是坏人 截然不同 马世英也是抗清的好人啊 但他的历史却被抹杀掉了 就像共产党的历史一定要抹杀掉国民党也抗日的历史 而国民党也一定会抹杀共产党也抗日的历史 其实东林党当中也有前千亿那样投靠清兵的人 也有抗清到死的人 东林党的敌人当中也有软大成 那样投靠清兵的人也有像马 士英那样抗击到死的人 俄罗斯帝国立场必然就是 我们不管你过去车臣人和奥赛T人谁杀谁 到底是谁有理 反正是 谁先投靠俄罗斯大兵 为我们俄罗斯大兵做前驱去剿灭其他反抗势力 过去事情就一风吹全都不管 我们只录你以后的功劳 而车臣人最初反对俄罗斯 很可能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跟他们无冤无仇的俄罗斯人本身 而是因为俄罗斯人用了这样的代理人 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当地不足 过去跟车臣人有仇的 有仇的方式也跟罗密欧与朱利叶 道格拉斯和麦克唐纳一样 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有理 反正双方都杀过对方的人 仇结得很深 然后有一拨人天才地看出 或者是碰巧瞎猫撞上死老鼠 像拉瓦尼人碰上凯撒 他就投靠凯撒去打击其他高卢军部落一样 正好投到俄罗斯手下为俄罗斯人效力 然后车臣人看到俄罗斯人重用我们的敌人 那说明俄罗斯人本身也是敌人 我们连俄罗斯人带我们原来敌人一起打 而俄罗斯人才 不管你们车臣人原来是不是正义的 既然你车臣人打我 那我更要重用反对车臣的其他部落来打你了 对于我们来说 你们原先道格拉斯跟麦克唐纳斗争 罗密欧与朱利叶的斗争不重要 重要是谁拥护我们帝国 结果就是拥护俄罗斯帝国的那些不足 挑动俄罗斯人 利用俄罗斯人的实力来打车臣人 使得车臣人的仇恨移到俄罗斯人身上 因此车臣人就更加没有办法投靠俄罗斯人了 这些很可能开始是出于开始时期的偶然 也许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人到达时候 他们跟车臣人之间缺乏沟通渠道 因此其他的敌视车臣人的部落对俄罗斯人说 要统治高加索就必须先除掉车臣人 而俄罗斯人真的相信了他们 于是双方就结了仇 然后接下来 结了仇以后小小的车臣对抗不了 小小的车臣如果打奥赛T人或打达吉斯坦人没问题 但是加上俄罗斯人以后车臣人就要落下风了 如果车臣人孤军抗战的话 那么比如说奥赛T人和打吉斯坦人就要得逞了 这就好像是英国人来了以后 他跟道格拉斯人结成了联盟 麦克唐纳家族看来是只有灭族了 没有办法 英国人在世界上也是有敌人的对不对 既然我们跟英国人结上了死仇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寻找英国的敌人 我们看一看 法国人是英国的敌人 法国跟英国势均力敌 法国人信奉天主教 那么我们也信奉天主教吧 这样法兰西国王也会援助我们 我们得到法兰西国王的支持 道格拉斯家族得到英格兰国王支持 那样我们又重新打平了对不对 车臣的酋长们很可能是根据这样理由 派出他们的宗教学者到土耳其帝国和其他的伊斯兰教大国去 土耳其也有火枪 俄罗斯也有火枪 我们有了土耳其人的支持 全民信奉伊斯兰教以后就能够把跟俄罗斯打平了 十八 十九世纪车臣战争和车臣的伊斯兰化是并行的 原因跟尼德兰清教化差不多 宗教的理由 民族的理由和现实政治需要洋枪洋炮 需要金元 需要财政支撑的理由是连接在一起的 而俄罗斯人本来只想统治高加索 山帝各部落之间的仇恨 我们顺便镇压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哪一个大帝国不镇压边疆少数民族的 小事一桩 但是突然有一个边疆少数民族不得了了 理通土耳其帝国请了一批土耳其军事顾问 土耳其宗教人士和土耳其洋枪洋炮来 这可不行 这就是心腹大患了 我刚才讲的苏格兰历史是编出来的 因为道格拉斯家族和麦克唐纳家族最终都信了新教 所以苏格兰跟英格兰矛盾没有闹大 但是爱尔兰就是这种情况了 爱尔兰人在十八世纪的地位 本来跟苏格兰人一样的 都是被英国帝国主义者镇压的边疆少数民族 但是爱尔兰人改信了天主教 准确地说是普及了天主教 因为沼泽地上的爱尔兰众多不足 其实跟车臣人一样 也是原始风俗占优势 天主教 新教其他信仰都是少数人 普遍信仰天主教 请来了法兰西军队 这可不行 法兰西军队到了我们大后方 对我们英国的威胁太大了 所以我们宁可统战苏格兰人 也要全力镇压爱尔兰人 绝对不能让法兰西人在我们的卧榻之侧 建立危险的军事基地 这样太可怕了 所以俄罗斯人可以容忍山地各民族打来打去 但是绝对不能容许土耳其帝国 在我们俄罗斯帝国最脆弱的软腹部 无法防御的南部大平原建立军事基地 当年克里米亚韩国 曾经几十万几十万的掳掠俄罗斯人 都是因为俄罗斯南部大平原无法防守 只有高加索山像燕云十六州那样能够设防 过了高加索山 往北一直到莫斯科城下 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自古以来就是欧亚游牧民族 骑兵部队 包括蒙古人驰骋的地方 而俄罗斯人 从基辅罗斯各城邦的那个时代 一直侍奉这样的游牧民族 如果是小民族倒也罢了 强大的土耳其帝国 在高加索建立了基地 无论你们车臣人跟奥塞提人 以前的纠纷是谁有理 就算以前你们车臣人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有理 就凭你们投靠土耳其人这一点 俄罗斯人也非得灭了你不可 于是车臣跟俄罗斯人的斗争 跟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斗争 连接在一起 这就像爱尔兰战争 变成英法争霸的一部分一样 这就没法解决了 英国人和爱尔兰人 一定要结成死冤家 而英国人又没有办法彻底打败法兰西人 所以爱尔兰战争 必须永无止境地打下去 车臣战争也必须永无止境打下去 死一波人不要紧 山地人像今天阿富汗人一样 生育率是很高的 他们有的是足够的青年 有足够的男孩来接着打仗 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青年 送到土耳其去接受军事训练 让土耳其教法学家教育我们的青年 让他们把对俄罗斯人的仇恨 世世代代保存下去 而土耳其人 以及后来俄罗斯人的其他敌人 例如拿破仑等其他敌人 也很高兴 正如托尔斯泰小说中 尼古拉沙皇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波兰和高加索 是俄罗斯帝国 两个永远流血的伤口 任何人想要给俄罗斯帝国作对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波兰扶起来 像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那样 增加俄罗斯的负担 第二个事情就是在高加索发动战争 像后来德国人所做的那样 德国人并非穆斯林 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帝国搞垮 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 和支持高加索山民的原因完全相同 你们虽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 而且跟我们德意志帝国的意识形态都不一样 但是你们都是俄罗斯帝国无法妥协的敌人 只要你们上位 俄罗斯帝国就非垮台不可 像托尔斯泰小说描绘的哈吉 穆拉特 沙米尔这些人 今天车臣爱国者所谓的车臣民族英雄 他们其实就是跟今天的塔利班 和马苏德将军父子差不多的 他们继续实行部落习俗 马苏德将军的旧部谁能统帅 只有马苏德将军的亲儿子才能统帅 别人来 部落不会信任他 同样卡德罗夫的部署谁能统帅 只有卡德罗夫自己的儿子 这是部落疑俗的体现 但是部落疑俗证明 比起民主小清新 叶利钦总统 俄罗斯自由主义者 所讲的自由民主要强有力的多 按照叶利钦总统的看法 车臣人反对苏联很正常 我们俄罗斯民主人士也反对苏联 而且我们俄罗斯民主人士心胸开阔 跟中国民小完全不一样 我们俄罗斯民主人士相信 爱沙尼亚人完全有权利独立 因为斯大林镇压了你们 车臣人 如果你们可以像爱沙尼亚人那样 公投独立的话 我们也不反对 但是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 民小的特点就是 一切都是专制统治者的错 其实他们不知道 斯大林对车臣的镇压 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倒不说这个镇压有理 斯大林以苏联的名义 重建了俄罗斯帝国以后 对于他来说 就跟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了 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 还比较通过意识形态看问题 哥萨克人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是我们敌人 我们一定要种族灭绝哥萨克人 实现马克思同志在1848年发出的 你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言论 可以造成的后果 马克思在1848年跟我一样 手上没有一杆枪 他只是一面跳着脚 痛骂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镇压革命 一面痛骂说这些帝国的帮凶 例如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 都该灭绝灭绝灭绝 他们是反动派坏人坏人坏人 就像是一个自己男朋友 被人抢走的女人一样 除了骂坏人坏人 狐狸精 狐狸精 仓妇 公共汽车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他骂对方是公共汽车 实际上是他自己失败 没有办法的体现 但是在列宁手里面 俄罗斯帝国的资源 突然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面 布尔什维克就真的可以按照马克思指示 去灭绝哥萨克人 他们没有办法灭绝克罗地亚人 因为克罗地亚人还在救南斯拉夫 那时候 但是他们真的灭绝了哥萨克人 这时知识分子的诅咒 就突然弄假成真了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